就是再把它加一個,也許就是加一個那個變數 這個變數實際上就是當它輸入之後 先把它存起來好了 那也許我取一個名稱叫lumber 1好了 最後因為這個lumber的值最後會被一直儲存完之後就變成0了 那我把這個值先暫存到這邊 那將來輸出的話呢乾脆用lumber 1這個這個值輸出 這樣的話結果應該就不會有錯 大概是這樣,這個地方加一個這個變數 那如果沒有加這個變數,似乎也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那兩個方法其實最後結果都一樣 只是說你可以比較一下,兩個方法好像似乎呢 用第一個方法好像程式會比較簡潔 就大概只有七行,少兩行的程式 但邏輯上面也會比較精簡一些 所以將來如果考試的時候 它其實沒有限定說你用哪一種方法解 反正你最後得到的結果是對的,它其實都是會給你分數的 那就怕說最後是差一個什麼,差一個那個,像空白 像還有就是說一些 好像連字的這個大小寫好像都會有差別 所以你可能要注意一下輸出的時候 如果你不要打錯字 不要你程式都對了,結果你卻是因為打錯一個字而造成錯誤 那當然就不ok啦,不然你寫那麼辛苦 其他的話還有就是說這個range後面,刮弧裡面 如果說0開始這個可以省略的 所以幾乎啦,如果像我最後寫完之後都會把那個0拿掉 那但是呢,可能有些同學會怕說你將來會不會不習慣 反正你將來慢慢習慣就是這個地方 如果沒有,只有一個數字就是 就是前面就0開始就對了 ok喔,那其他的話我想 請各位再把這一題完成,那剩下還有一點時間的話,也許可以再看一下 就是在310這一題,310回圈公式計算 那這邊的話呢,會有一個用開根號的這個需求 那前面我們有講過啦 有一個步行用那個import 這個import我們的那個mass有沒有 那mass的這個類別,裡面就會有一個mass可以取得平方根的那個函數 那我們也可以用那個函數幫我們完成這一題 請各位也許 想想看喔,這個其實只要把這個公式做出來,結果應該就正確了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喔 這題的話基本上喔,那我們可以 就是第一個啦,這個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有開根號,平方根的部分 那我們之前有用過一個mass 那個那個類別裡面呢 它會有一個sqrt這個可以算平方根 那另外第二個就是說它裡面的值喔,你可以看到呢,如果說我今天 它的值的規則性喔,你可以 它初始值一定是從 2開始 一直到n 那這個值的部分的話,另外就是前面會有一個值比較小 所以這個前面的值可以用n-1來代替 n-1 然後這個值的話是n好了,然後假設這樣子 所以我們知道它的範圍,範圍基本上 其實一定要從2開始 一直到最後這個 所以 假設說今天它輸入某個值 比如說它輸入8的話 讓它可以跑 總共從2開始 然後一直 一直跑跑跑到那個 8為止 那 它 今天希望怎麼樣 能夠 帶出個公式 那做公式的話就是 1 除以什麼呢 這個平方 平方根裡面的話,我們可以用那個sqrt Sqrt這個 這個方法 然後把n-1放進來 加上什麼呢 加上這個東西 一樣 再把它 再跑一次 那這個可以算平方根 算完之後的話,結果就是我們要的 那這樣的話 那記得就是說 一定要先 一定要先加 加完之後再除 所以 把這個公式帶到程式裡面的話 基本上寫完就累了 第一個 我們可以先 import一個mass 因為待會的話會使用 使用到 這個sqrt的 這個方法 那這個方法的話呢 當然就是 第一個 我們一樣 累加的部分 給它一個sum sum 等於0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範圍就是 這個i的值 是從2開始 然後直到n為值 所以n加1 那它 後面那個值 再來的話呢 也就是累加啦 你可以sum 等於sum 加上 那個後面的東西 或者是sum 加等於 也可以 然後把它加上什麼 加到後面 那後面的話呢 就是呢 我就 開根號 平方根 裡面的話先放什麼 用i i-1 OK 那產生的話呢 其實就是 從2開始 那從1開 1加到什麼 那個 那個 開根號的這個 那個 2的值 這個1啦 那所以 它的規則就會跟那個 我們題目裡面要的 1加 那個 平方根2 然後再一次推 直到最後把它累加起來 累加之後的話呢 再格式化 那這一題的話 它要我們取到 小數點的第4位 所以這邊第4位的話 那我們一樣用format 小數點到第4位 那我們這個地方的話 用那個format 一樣取到 小數點的第4位 前面講過了 反正大瓜糊 然後呢 點4 f 就表示到 小數點第4位 然後把這個sum的值帶過來 把它執行一下 基本上呢 我們看一下 基本上輸入8好了 那那個 一樣 如果 產生的結果呢 是這個 1.8 84的話 那應該 答案應該沒問題 這裡的話呢 我們 這邊有個錯誤 帽號 對 這邊 少一個帽號 OK 所以記得 大瓜糊 帽號之後的話 點4f 不然的話 這個格式出錯的話 那他就沒辦法正確輸出 給他把這個 輸入8 Enter OK 另外其實還有另外一種解法啦 就是說 你也可以 如果你不用那個sqrt的話 在我們書上面 他有另外一種解法 就是乘上 乘乘 0.5 也就是說呢 那個什麼呢 他是 這個 這個這個 某個詞的那個 0.5 在乘 乘量是0.5 那其實結果也是一樣 是我覺得 這樣理解 跟這樣理解 感覺這樣你會比較好 理解一點點 OK 兩種方法的話 其實也都可以 我在 雲端上 兩種方法 對我放 請各位 稍微 試一下 那我這個解答的話 是放在 一樣 是放在那個 雙數裡面 的那個這邊有個解答 OK 那你可以把它打開來 裡面就有我剛剛寫的 部分 程式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